好,最后我们来介绍一些品管的品质管理的系统 品质管理的系统 好 好,这些品质管理系统里面包含所谓的ISO啊 或是各个国家的国家品质奖啊 六个SIGMA的六标准差专案啊等等的 那我们分别给同学们介绍 然后国际标准的ISO 那我们这用在品质管理的在2014年6月 这是最新版的 叫做ISO9001冒号2008系列 然后它的编码系统很奇怪 它里面又包含了下列标准 ISO9001然后92005,9004,2009 有点搞不清楚 有点搞不清楚它的编码系统是怎么样弄的 不过同学们只要记得 ISO9000系列原则上都是针对于品质管理系统 然后它里面这个一个系列发展出来的时候 都有包含几份文件 然后各个文件的定义都不一样 那像最新版的ISO9001呢 是补充啊 这个这个下面两个标准 逐细的直接补充 然后这个92005呢 是品质管理系统 它的基础和所谓的vocabulary 词汇的定义 那90042009呢 就是所谓的approach 我们讲说持续改进的管理 也就是品质管理的取向 不管怎么样 这是ISO的文件 那如果要申请ISO的认证的话 那这些文件里面的规定都要弄得很清楚 好 接下来就是各个国家的品质奖 我们先介绍JQA Japan Equality Award 就是日本品质奖 日本国家品质奖除了代名奖之外 他们后续又发展出来 所谓的JQA日本国家品质奖 这里面有包含这样的模型 有八个评估的构面 可以从一领导二管理的社会责任 一直到八活动的结果 然后后面的瓜糊呢 这就是它的评分的这个配比 所以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出来 日本国家品质奖 对于活动的结果是最重视的 400分 然后其次的就是对顾客 或市场的了解互动是114分 再过来是领导了 再过来是领导是120分 再过来是这个 不管怎么样 它分成这几个步骤 这是日本的国家品质奖 那这个叫做美国国家品质奖 叫Markon Bodridge 这是一个商务部长 就是他们之前一位商务部长的名字 为了表彰他的贡献 所以他的美国国家品质奖 National Quality of War 由这个商务部长的名字 叫Markon Bodridge 这个来秘密 它这里面也是一样 这里面有分成七个构面 七个构面 还有一个组织的概况 那这里面分成策略三角 结果的三角等等的 那基本上也是一个多构面的评估 从领导开始 然后策略规划顾客专注 对不对 然后用所谓的知识管理系统 来做支援支持 然后做员工的专注 作业的专注 最后产出结果出来 这是美国国家品质奖的评估构面 那EFQM 欧洲的品质奖 欧洲的 这不是国家了 我们讲欧盟的 欧盟所有国家都适用的欧洲品质奖 它的评估项目就很多了 这边有123456788个 微顾和加值 创造未来时序性等等的 那这是欧洲的品质奖 老师就不一一的赘述了 好 那这个欧洲的 EFQM的这个逻辑 它的核心概念 它叫做radar logic 就是resort require resort 我们从要求的结果呢 然后去发展它的计划 和它的程序 叫做approach plan and development 就是计划和程序发展的取向 那接下来就是deploy展开 你的程序展开 最后是A和R 就是assess and refine 就是评估与改善 就是radar DAR radar 雷达的逻辑 那我们这个了解它的这个雷达逻辑 就可以了 这没什么特殊的 好 那这个欧洲的品质奖 它的评估准据的架构 也是一样 多构面 我们可以看到 123456789 九个构面 从领导 然后发展人力 策略规划 伙伴与资源 一直往后推 推到经营的结果 所以都差不多 都是从领导开始 就是一个企业的领导 然后我们希望能够看到 经营的结果 所以前面这个地方 这一部分是触动力的 这个这个构面 然后结果的构面 然后这个欧洲品质奖 还强调从结果 回推回这个领导管理模式的 学习创意创新 所以大家都可以知道 你要申请一个国家的品质奖 或是一个像是欧洲品质奖 都是多构面的考量 多构面考量 再过来我们看看 6 Sigma的Project 六个标准差的统计意义 我们讲Sigma Level 就是一个Sigma 然后一直到六个Sigma 就是一个常态分布 分配的曲线下面 所涵盖的面积 那我们讲说一个Sigma水准 就是你的平均值 加减一个标准差的范围 所以这个范围呢 大概是涵盖 百分之六十八左右 如果说你的Sigma水准 是正负两个标准差的话 你的涵盖范围就是 几乎达95% 95以上 然后我们在业界的一般标准 通常都是Sigma Level是三的 就是99.73的 就是几乎到这儿了 OK 就是几乎到这儿了 这个就是几乎 就是你的良品的涵盖率了 就是大概都会在这个区间 只有在极少数的左右两端 那是不良品的 所以从这个统计上面意义 我们可以看到 当你的Sigma水准越高 你的涵盖面越广 意思就是说 你的不良品发生的几率就越少 那我们讲六个Sigma 在统计上面的意义 就是每百万件产品里面 只容许有3.4次不良的发生几率 可在实际的意义上面来讲 没有所谓的3.4 我们没有办法区分成小数 所以我们就把它讲说是 每百万件产品里面 只容许有4件不良品的这种几率 我们就把它称为是 六个标准差的水准 那这个是在企业界里面 标准生产程序里面 像是我们的半导体产业 大概就可以讲成是 六个标准差的一个实例 好 那我们在六个标准差 我们有一个所谓的DMAIC 和DFS DFS在这 就是我们讲DMAIC的模型 就是Define, Measure, Analyze, Improve, and Control DMAIC的模型 他在这个分析完了以后 他会问一个就是需不需要去做 为六个标准差而开发设计 如果不需要就是走DMAIC 现有程序的改善 如果说你要去发展一个新的程序 我们就要启动DFS的程序 就变成Design and Verify 那就变成DMAIDV DMAIDV的这个模型 所以在这个地方DMAIC和DMAIDV 都有不同的运用的这个 我们讲说管理的方式 管理的技巧 同学们自己去参阅一下 这里面很多 很多的这个 这些这个技能 都同学们都要去了解一下 好 再过来我们来看一看 方针管理 Hoshin Carry 这是日本人的方针管理 日本人他从建立组织的发展 远景开始 按照这步骤下来 发展突破性的目标 然后发展年度目标 然后年度目标的展开 这一个过程 他们把它称为叫Catch Ball 传接球 就好像打棒球一样 大家要互相在那边传接的练习 就是从远景发展到目标 展开这过程当中 上下阶层的这个讨论 所以他们把它称为叫Catch Ball 然后等到目标展开了以后 就是实践了 审查了 年度了 对 年度审查 那这边就是PDCA的cycle 就是我们讲持续改进的cycle 然后年度审查完了以后 我们还要回馈回去 到组织这个远景的发展上面 这叫自我诊断 所以这叫Hoshin Planning 方针规划的七步骤 其实也就是策略管理 在欧美国家里面来讲 就是一种策略管理 只是说他有一个新的名字 叫Catch Ball 其实就是上下阶层的批词协调 沟通而立 好 那方针规划的目标展开 它是从任务开始 任务开始呢 然后和执行不同任务需要什么样的策略 然后呢 再展开到这个策略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策略 策略摆下来变成目标 目标摆下来变成这个总体目标 然后长层目标变成行动项目 所以可以看到这几个阶段 这是高阶管理阶层的任务 然后中阶和团队的任务 然后这个中高阶之间 中高阶之间的这个 这个 协调呢 就叫做Catch Ball 所以这是方针规划的目标展开的过程 其实也就是从这个策略管理的长层目标开始 确定你的任务发展的策略 然后再中短层目标 然后再确定你的行动方案 行动项目 所以跟欧美国家所强调的策略管理 并没有什么不同 好 最后我们来看看TQM的模型 我们知道TQM是全面品质管理 对不对 它是一个系统 程序和人员的组合 OK 然后它里面强调顾客和供应商的品质链 这里面包含的就是你的组织文化 对人员的承诺 这个人员包含对顾客 对员工的承诺 和供应商或者是利害关系人承诺 然后人员和程序之间要着重于沟通 这是英国DTI 就是贸易纪工业部 它所发展出来的TQM模型 这个模型呢 其实只是一个管理的哲理 这个概念而已 同学们知道一下就好了 这一年养的说明了 这一年养的说明了 感谢观看